楼市区库存当中鼓励房企适度降价的措施 有开发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如果说政府无法出台相应的降低成本的措施 直接让开发商降价是很难实现 我觉得现实性不大 现在一二线城市的土地价格在明显上涨 地价的上涨速度是远远高于房价的上涨速度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都不降了 房价就很难降得下来 那么三四线城市的土地供大于求 现在大家当然也不拿低了 但是三四线城市房价其实非常低的 已经很低了 但是你再往下降了 开发商可能都要亏损 专家认为在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 以及加快户籍人口城镇化的过程中 近城农民有望成为去库存主力 据其测算 如果户籍医疗子女教育等各项措施到位 全国一亿外出务工劳动人员 将消化大约15亿平方米的住房面积 相当于全国一年商品房销售的总量 按他假设一半的50%的人有这个购房意愿 我们也算一下 应该差不多整个这个规模 应该是在十几亿平方米 15亿平方米左右这样的一个规模 当然这个具体的一个实现 可能和各个城市和各个地方的政策 若是有关系 按我们国家每年这个商品房销售面积来看 也就是十多亿平方米 不过开发商表示 在城市住房需求下降趋势明显的背景下 农民进城购房将帮助去库存 但前提在于提高农民工的购买力 并解决农民工进城的几大痛点 第一个逻辑呢 就是怎么要提高农民工进城的这个购买力 从长期来看呢 大的方向有一个叫农村的宅地地的 这农村宅地地或者农村土地的产权 产权变化 或者叫产权交易 那么这种通过这种产权交易 可以使得农民获得进城落户的资本 你如果没有这个产权交易的话 他就没有进城落户的资本 短期来看呢 那可能我们叫降低农民 在城镇里落户的时候 购房的时候的 他的这个首富比例 毛病者 打眼问题 会农在描农的